念读学 读书 办学一定有稳定的 考导学 руж counselor depthsность 读书 办学一定要认证 校长的要求是奥利学学 如果学生有什么困苦 有什么困难 刘俊一定不会就手旁观 一定帮你手 刘俊一直认为身界好过研罩 因为他以身作责 跑马地成和道创校校舍 首届近300名学生报读 根据那个时候校长的看法 认为一般的学校缺乏理想教育 没有什么理想 忽略了人格教育与现实脱节 不能够学以滋用 同时学校的风气 也是受到不良的社会影响 我们常常都是讲 有一个第二个机会 去追求大学梦 第一个机会就是 入政府两家大学 你双失了一个机会 那么你现在就有一个机会 所以是第二个机会 书人大学的校训是敦仁博物 培育学生拥有卓越知识 和技能的同事 也成为人人君子 敦仁博物 我们是人者教育 以瑜伽思想为中心 敦仁就是人者风范 希望你性格上的修养 能够达到人者的水平 这是很高的要求 念大学不单是求学问 也是要接受这个道德教育 Moral Education 或者人格教育 那么同时也要把这个做人最重要的几个价值观 我们要强调一下 博物就是做学问的态度 希望你学阔一点 求学方面呢 我们还是要继续讲这个理论 可以学以滋用 理论跟世界要配合 因为私立大学 私立课院 外面人的眼光 始终都是看低一点 校长很厉害 他想到这一件事 政府的大学是学一百 他是想同学 学多一些 多过一百 多过政府大学那些 是学到一百三十 意勤补绝 他会觉得 每个青年人都好像是一块 玉石 珍贵的玉石 只要努力 有机会 他一定成材 就像我们校哥所说 美欲衰磨磨磨 努力趁青春 树仁书院在1976年 政府批准正式注册为专上学院 定名树仁学院 1977年 漫茂理校舍正式启用 仲奇荣校长事事亲力亲为 以身作则 在湾仔漫茂理校舍 我进校舍 就见到一个好像校长辈的人 拿着掃把掃地 他猛声是校长来的 那我吓得我一跳 我说什么事啊 他说那些人 不知道怎么掃地化 我说了很多次给他听 怎么掃地化 那个地方干净 他也做不到 我数了一次给他看 1978年 港府建议三所专上院校 改行二二一制 英国制的三年制 他觉得不够 他说你三年学到什么呢 政府说你这样做 第一 不让你扮学位 你占了那班的文贫 第二 不会让你升格做大学 这个就是一个打压来的 令到你自己消灭 钟祁荣校长坚持四年学制 扎线固针 他认为那件事是对的 他就坚持一定做下去 他不会受任何的外界势力 或者外界压力令他改变 他几艰苦都做下去 钟校长在同一时期 积极联系海外及内地大学 联合开办不同的学位 和碩士课程 学术地位受到肯定 这个他有很软健 他看到未来怎么去结合 全世界的大学走在一起 去令助人可以成长 这个是他的眼光很独斗 1985年 保马山校舍落成 港督尤德着氏主持揭幕仪式 这就是钟校长 从1985年到最后的一天 他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边的家室都没有变 因为他什么事都要管 同时他的大门是打开的 无论是老师有什么问题 或者会计部需要他签支票 或者甚至学生有什么投诉 有什么埋怨 都是从那个门走进来 那么人多的时候就排队 所以压力很大的 一天是 有的时候做到 晚上很迟才下班 大概有的时候做到八九点钟 胡耀苏副校监总说 钟校长当时希望 同学认真读书 书人从开始到现在 注重同学们 要对老师尊敬 上课要点名 这个办学是很认真的 所以是强调刻苦耐劳 读书要认真 我们学校最出名的 不准辞读 不准困惑 校长会点名的 校长会自己亲自巡 当他见到那间伙设室里面 那么少人 他很熟 每一班他知道有多少人 如果学生没有到 叫他们来见一见我 如果有个学生 他穿着拖子进来 他问学生 你为什么要穿着拖子上学 那同学说 我接着放了学后 要去做救生园拍摊 校长说不行 你也要回去换队鞋 当时钟校长 也希望老师也像他那样 要多些跟学生接触 都是新教成全的表现 我觉得校长做了一个 氛围在书人 就是私生之间的关系 一直都很亲密 校长室的门 always open 那么你有任何事情 都可以进去找他 医生作词 那么我们都是随时随地 那些学生都可以 和老师之间 有很多的联系 很多的见面的机会 那样 我有一班同事 就是做事 想事 都是想 怎样教好一班学生 那模型中也都是 就是承传了钟校长的心意 好像历史学系的罗永生教授 他和学生的关系 就是一个新教的好例子 书人大学的特色就是 同学和老师间的关系 比较密切 就是希望同事明白这一点 就更多跟同学 建立一种关系当中 我们学到的 不止是课堂上的东西 有很多做事做人的东西 都透过他的行为学到 除了老师 书人的校友都回归母校 校友李少学本身都是一位校长 他参加了梁思亦有计划 将自己在钟校长身上学到的 继续承传给书人的学生 钟校长就给了我们一个榜样 就是你一定要以身作则 你一定就是 你是想青年人这么做 你自己都要这么做的 那些青年人才会接纳你 就是跟你说 首先是有幸认识到校长 然后校长会在未来发展 教育方面带领我们 他会提供一些 比较恰当的建议给我们 书人书人 书男人 这个人 我觉得教授和校园的氛围 都可以比我感受到 是很关照我们每一个同学 也很想提升我们自己的气质 这日是DSE放榜第二天 校友余锦华带他的儿子 来报读树人的经济系 他说非常认同钟校长的大学理念 所以想儿子继续承传树人的精神 我觉得氛围很好 感觉给我真的很舒服 好像一个大家庭 校监校长 他给了很大的支持给我们 给了一个好像家长那种鼓励给你 这些我想在其他学校很少有 在1989年 行政会议正式通过 大学学士课程或一三年制 预科统一为两年 书人、中大和港大学生会 发动游行 反对大学改制 到了2000年 学术评审局 对书人学院四个学系作出评审 结果 会计、新闻和中文系 都先后获得通过 可以开办学士课程 但是社工学系 就要到2002年才获得通过 就在2001年 钟校长不幸中锋 这个压力积极很大 所以钟校长2001年就中锋了 所以中锋之后 这个评审主要公布 还是由我本人来负责 那个时候 我总统就是感觉很大压力 我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书人可能不需要评审吧 后来我才知道 那个时候不评审是死路一条的 校长那时已经中锋了 但当时初中锋之时 校长精神更好 他可以参与评审 坐着轮椅推进去评审 虽然他说不到话 但他听到 当时他评审 他也有表情的 喜怒哀乐 他会表现出来的 校长的扮学态度 我很佩服他的 就是他的社机为人精神 他可以不理自己的享受 不理自己的付出 就为那些学生去扮学 这件事是很多人都不敢做的 在回归前后 中校长积极与内地大学 与教育部门联系合作 教育部中松正书人大学 九千多册 古籍复制线装书 中华再造线本 可以说是做了一个先锋吧 首先就是到国内去 做这个文化交流的 当时大家都是 双方来说都是希望 在教育和文化方面 能够给将来香港回归中国 有一个好的开端 因为八十年代 大概我们也是唯一的一间 香港的大学 可以和国内大学进行交流的吧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回归 私校呢 它有一些办学的自主权 就是说我们可以和任何学校去交流 我想其他大学可能就受一些限制吧 尤其政府大学 这大概也就体现私校的优约性吧 就是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 你可以有自己的决策权 自主权 但是也要看学校高层 他们的前瞻性吧 能不能看到将来的发展 2006年 行政会议通过 树仁学院 证明为树仁大学 我们树仁 由没有到有 的确是不简单的 由最初在帕马迪一间 小小间的别墅 一间住宅 然后搬去曼某里 然后再搬来我们这个保马山 保马山初初建一栋 接着两栋 三栋 四栋 发展到现在的情况 校长 校监 是将他所有的东西都投资下去的 这件事就我觉得是 社会人士都觉得感动的 因为的而且没有人敢这样做 所以校长就说 他自称说我是如工而生 知不可为而为人 大家是受校长的感染 就说大家慢慢工作 不要叫苦 这件事是我们树仁的精神 大家能够保持下去 我希望树仁就会越来越好 这件事是因为 为了预备 除了预备 拳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